五虎将是蜀国巅峰时期的顶级战力,也是刘备敢于争夺天下的依仗,可五虎将中究竟谁的实力最强呢?很多人或许会脱口而出关语,毕竟这可是温九斩炎良的超一流选手,不过对此也有人表示不服,因为在民间一直有一缕二兆三点围的说法,好像赵云才是五虎将中的第一人,那么究竟谁最强呢? 五虎将中的马超,曾用四句话给五虎将排了一个名次,这里是小豆之历史,订阅我,小豆之带你探索更多神秘的趣味历史,在五虎将中,马超的名气好像是最低的,也是最容易被人所忽略的,甚至有不少人觉得马超是一个狠水的人,可实际上,马超无论是在蜀国阵营中,还是你在整个三国圈子中都是数一数二的猛将,从出身来说,马超是标准的名门之后, 他的祖上是汉代的福波将军马源,受到家庭的影响,马超从小就被培养的出类拔萃,早在三国阵容成型之前,马超就已经声名确起,有剑勇的名号,也是曹操势力初步成型后,仅有的几个可以正面对抗曹操的将领,那么在马超的心中,五虎将领谁最厉害呢? 虽然在三国演义中,马超和张飞的对战没有分出差距,可从马超的口气以及众人的反应来看,几乎所有人都认为马超要比张飞厉害,在面对张飞的叫嚣后,马超的回应是,我胜你不得是不回战,可见在马超的心中,他坚定的认为自己要比张飞厉害,而当时诸葛亮对张飞迎战马超也并不看好,他表示,观云常来,方可与敌, 因此马超和张飞虽然没有在明面上分出胜负,但张飞不如马超也是公认的事实,因此五虎将中的排名已经出现了两人,那就是马超在张飞之前,而对于关羽,马超打心眼里佩服这位英雄,甚至还带着几分敬畏,想当初马超刚加入刘备的队伍,还没来得及和各位兄弟好好叙叙旧,官二哥那边就派人送来了一封挑战书,送信的不是别人,正是官二哥的一子官平,官平倒也干脆, 一见面就开门见山的告诉马超,自己父亲九阳马超将军武艺高强,今天请他赐教一下,马超一听这话,心里咯噔一下,这哪是赐教,分明就是夏战书,不过转念一想,官二哥可是出了名的傲气冲天,自己刚来就受到这样的特殊待遇,也并不奇怪,马超接过战书,仔细一看,战书写得十分嚣张跋扈,字里行间都透露着关于那不可一世的霸气,马超不禁苦笑,这还没开打呢,气势上就输了一劫, 其实马超心里也清楚,自己和官宇之间确实存在着不小的差距,别的不说,就说官二哥早年的那些英雄事迹,随便拎出来一个,都能让人惊掉下巴,温酒斩华雄,那可是三国演义里的名场面,官二哥提着华雄的脑袋回来的时候,酒还没凉透,还有三英战吕布,过五官斩六将,千里走丹旗,庄庄渐渐,都是惊动天下的壮举, 尤其是湘凡之战,官二哥水淹欺君,亲于尽,斩庞德,直接把曹操打得怀疑人生,甚至动了迁都的念头,这等威名,谁人能急,马超想想自己当年面对徐楚的不要命打法,都要打起十二分精神,可官二哥却能以一敌二, 轻松击退徐楚和徐晃的联手进攻,这份实力实在是让自己望尘莫及,马超越想越觉得官二哥深不可测,也更加坚定了自己不应战的决心,他只说云掌兄,忠义无双,当为刺席,诸葛亮出来打圆场,关羽让官平寻找马超,要与马超切磋的时候,直接被诸葛亮给拦了下来,阻止了这场比试,可见在诸葛亮等人的心中,马超的战斗力是不如关羽的,再加上马超曾和张飞对战, 关羽甚至有可能一怒之下重伤马超,这是诸葛亮和刘备所不愿意看到的,在马超的心中,关羽能够排名五虎将的第二名,那么在马超的心中,谁才是五虎将的最强者呢? 第一其实是黄中,在整部三国演义中,马超从未对黄中做出任何评价,然而这种沉默并不意味着他不了解黄中的威名,和官二哥那种的霸气侧漏不同,黄中就显得低调多了,别看黄中年纪一大吧,年轻的时候那也是不好惹,只不过他早年一直没遇到什么好机会,只能说是英雄无用武之地,直到刘备取京男四郡时,黄中归降刘备, 这才有了发挥的机会,黄中前半生默默无闻,后半生才发力,让我们看看他的后半生都做了什么,就知道他有多强了,在刘备讨伐长沙时,黄中就和关羽有过一战,二者首次交手就大战了上百回合,不分胜负,第二次交手仍是打了几十个回合不分胜负,要知道这时的黄中已经六十岁了,不管是耐力还是体力都不如壮年的关羽,除此外,黄中的坐骑不如关羽的赤土马, 就连武器也比不过关羽,种种烈士的情况仍能和关羽占平,可见其实力之强大,第三次交手更是直接射中关羽的头盔,不是黄中剑术不准,恰恰是他剑术太准,想射哪里就射哪里,不忍伤关羽性命,这才瞄准的头盔,只想下退关羽,而黄中除了剑术出众外,刀工也是了得,在七十二岁高龄的时候还斩杀了曹军上将夏侯渊,夏侯渊可不是泛泛之辈, 而是曹魏排名前列的名将,还处于壮年,武艺巅峰期,如此高手也被黄中一刀斩了,这样的战绩,马超自然是自愧不如的,他连关羽都没把握赢,更别说赢了关羽的黄中了,故将黄中排在了关羽之前,位居首位,此时,五虎将的排名已经出现端倪,分别是黄中,关羽,马超和张飞, 那么最后剩下的赵云,马超会放在什么位置呢?而对于赵云,马超是很敬佩的,由于张飞出战并没有击败马超,且马超最终并非因为战败而投靠刘备,是因为诸葛亮的劝降而投靠刘备,所以马超来到刘备阵营后一直比较高傲,毕竟连张飞都打不赢他。 谁还是他马超的对手,对于马超的高傲,聪明的刘备一直看在眼中,只不过他一直没有好办法敲打马超,直到他们一同来到棉竹城,碰到赵云,对于赵云的强悍,刘备是心知肚明的,当年阳山之战,徐楚,于晋,李点三人联手都困不住赵云,之后赵云还轻松秒杀高揽,祭拜张和,帮助刘备摆脱困境,这直接让刘备对赵云高看一劫,自此以后,赵云取代了张飞的帝, 成为了刘备最忠实的护卫,眼看张飞无法完成击败马超的任务,刘备便决定让赵云出手,而最终的结果,远超刘备想象,当时刘备正准备向众人介绍马超,恰逢刘张的军队杀来,于是刘备直接暗示赵云出战,准备以此为契机,敲打马超,在刘备看来,此次作战主要是展示武力,让马超知道,刘备手下像张飞一样的高手还有很多,不说远在荆州的关羽, 就是眼前的赵云,那也不输马超,而赵云的表现,却远远超出了刘备的预料,原文为马超已经被加敬重,刘备的宴席还没有展开,赵云就已经斩将而还了,如此快速的操作,就连刘备手下的自己人都被吓了一跳, 众人都知道赵云很强,但没想到赵云已经强到了这种地步,而马超对此的反应也是心中一惊,自此对赵云倍加敬重。 从这里便可以看出,马超对赵云的态度是自愧不如的,他并不认为自己能够完成赵云的这项战绩,于是将他排在了第三,从这点可以看出,马超是很尊敬赵云的,但也有和张云比一比的心思,这才会选择主动请命,或许在他的心中,赵云是一个可敬的对手,通过马超对几人的态度来看,马超心中的五虎将排名,就应该是黄中。 关云、赵云、马超和张飞,当然,这份排名仅仅是马超个人的观点,定然会有很多的争议,那么,根据实际情况来看,马超的评价是否真实呢? 首先是关云,关云的实际战斗力在三国演义中被大量夸大,很多战绩,比如温九斩华雄和顾武官斩六将都是虚构的,因此,关云的战斗力并没有大家说的那么夸张,而反观黄中的战斗力则被不少人所忽略,要知道黄中在蜀国的地位。 可是实打实靠自己打出来的,在刘备和夏侯渊交战的过程中,他亲自出手杀掉了夏侯渊,导致曹军群龙无首,最终失败,这才成为了征锡将军,而在汉中称王后,刘备明知关云对黄中不满,可还是要提拔他为后将军,为此还主动派遣,费时去说服关云,可见在刘备的心中,重用关云这件事是板上钉钉的,可见刘备等人对黄中的认可。 因此,黄中排名超过关云也是可以理解的,而赵云在排名在马超之前,这点也无需怀疑,因为在长满坡之战中,真实的赵云虽然没有达到七进七出的标准,可他凭借一己之力就回甘夫人和刘缠也是事实。 仅凭这一点,三国历史上也只有吕布和典维能够与之相比,或许这就是民间排名一吕二兆三典维的由来。 然而,正如一千个人眼中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,每个人解读三国的方式各有不同,对于五虎将的排名自然也难以达成一致意见。 对此,你怎么看呢?